所以前後因為J是一個變數 你不能夠直接加 你就是變成用什麼串接符號 把它串連在一起 這個規則我發現很多同學容易搞不清楚 不過這個也是VB VB或VBA裡面 就是應該最常用到的部分 因為板電自串的串接 這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這部分如果你可以學會的話 以後要串接任何東西 都會非常的容易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怎麼樣呢 把藍跟列做完畢之後 那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兩個組合起來 那組合的方式 這兩個 你先列再藍也可以 或先藍再列也可以 我上一次上課講過 只是跑的方順序不一樣而已 結果都一樣 OK 然後呢組合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Sales Sales因為我們是要組一個I跟J 有藍跟列的組合 OK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 有 這個 有I的部分把它拿過來 所以 跟J的部分拿過來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把這邊 其實你可以把這邊複製起來 對不對 然後把它搬到這邊 這個 基本上這個 跟哪一個呢 跟這個 這個J的部分 其實就是這藍跟列的配合而已 所以其實四串表 因為呢 它是一個範圍 所以一定有藍跟列 那只是把這兩個 這兩個之間 怎麼樣 把它做一個 組合一個自創過來 丟給上面的公式去 去執行 那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達到自動化 你就要思考 範圍裡面該如何去 去給一個 這個 這個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跑完之後的話 那基本上 我們這個程式就寫完畢了 寫完畢之後的話 那上面 其實藍跟列這個部分 其實也可以不執行 如果你不執行 想要當註解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直接給它 在前面加上一個單以後就可以 讓這個程式放在上面 但是呢 卻不執行 那也不會影響 你只是參考用的 那將來 如果你直接已經很熟了 那上面 上面部分根本就不用 也沒有關係 我想這個部分 註解非常重要 如果說一個程式沒有註解的話 那看起來太辛苦 第一個 第二個結構不清楚的話 我一直強調按TAP鍵 如果你結構不清楚的話 那看起來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如果你有註解 那你的那個說牌 又說得很漂亮的話 那基本上你這個程式 將來要再修改的機會就很大 因為一看一目了然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兩個重點一定要做了 你不要胡倫吞藻 很多人程式寫不好 就是因為 反正就是一直趕程式 一直寫一堆 最後寫了什麼 不知道 反正 亂出來了 就結束 其實亂出來才是 問題的開始 因為你要知道 為什麼這樣做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把這一個部分 把它拉到旁邊來 然後我們來執行一下 那當然最後要加上按鈕 然後呢 把這邊的範圍資料 先把它刪掉一下 我們來逐個逐個的跑看看好了 其實不用心急 寫程式還是寧可慢 寧可跑正確 也不要胡倫吞藻 OK 那這邊的話 往下 for IJ 出去照對不對 然後再來因為是J 所以呢 接下來應該還是會跑到第三藍 所以特別注意藍的部分有沒有 那就跑橫向的 照前孫女這樣跑 那跑完之後的話 直接什麼 執行 OK 沒問題 不過如果你覺得這樣順序 比較沒有循它原來的話 那你如果要循它原來的順序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J跟I的部分 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之後的話 我們還是要把它清除 清除我想比較簡單 做個清除按鈕就可以 然後呢 直接再來跑 你會發現這樣的順序的話 一定是照前孫女周吳正王 有沒有 就按照那個順序跑下來 那如果你覺得OK 沒問題的話 那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程式就完成了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畫面 最新的話 這個部分的畫面 跟我前面提供 在講義裡面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感覺會更簡單一些 那我到時候也會把這個畫面拍照 放到雲端白板上面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OK 好 那另外當然也是一樣 如果做完的話 可以思考 向下 另外一個向右 向右部分